日前三大電信把熱門的499吃到飽的方案 調漲到599 未來5G逐漸的普及 還會有吃到飽的方案嗎 更多的財經資訊交給千涵 好 之前如果你沒有跟上最後一波 這個499吃到飽的列車 這個資費每個月繳的金額又來變高了 但是這個吃到飽的方案 不論是4G還是5G 對於整個市場上面來講 其實我們用的還滿習慣的 你說如果未來要來取消這樣的吃到飽 大家能夠接受嗎 多多的來留言跟我們來做互動 因為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總體如果是以行動裝置 台灣每個月大家的使用量的話 大概是落在26.6G 那在5G的部分 遠傳有公布 他們的使用量是來到了63GB 有電信業者私下表示 其實重度使用者 不管是用4G還是5G的民眾 也就是每個月上網超過100GB的 就佔了整體的10% 大概是一成左右 所以現在目前三大電信商來說 5G的吃到飽資費 大概都是落在1399元每個月 如果你還扣掉了很多的購機補助的話 其實這每一天的金額是不到45塊錢的 比你到超商買一杯咖啡還要更便宜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會覺得 這個吃到飽方案特別在於5G的部分 一個月要千元很貴呢 其實這個跟長期電信業者 銷價競爭有非常大的關係 遠傳電信的總經理他就特別表示了 他說這個我們花了重金 來去金標5G的這個平譜 又花大錢去蓋基地台建設網路 但是5G的概念股 電信業者好像都沒有真的賺到錢 而且這個5G概念股呢 股價漲的也都不是電信商 他發願他希望在他退休前 要讓吃到飽的資費來下架 可是這個拋出下架的震撼蛋 其他的四間電信商 他們要怎麼樣來看待 這個吃到飽的資費後續呢 其實如果以龍頭中華電信他說 他們目前有提供非常多元的資費 那不會評論下架的這件事情 台灣大哥大也表示說 現在目前用吃到飽的客戶 的確佔了大多數 有超過吃一成的用戶呢 都是選擇吃到飽的 所以會不會下架 還是做一些調整 要來看市場上面的狀況 事實上如果我們跟南韓相比的話 5G的吃到飽 台灣大概是在1399 但是在南韓呢 就要提高到大概2到3千塊錢了 亞太說啊 其實如果你要朝向分級付費的話 這樣子是比較合理的 那台灣之星也說啊 雖然沒有會下架的疑慮 但是呢 台灣的資費真的夠便宜了 市場上面普遍認為 其實國內呢 我們就有5家電信 過度競爭的壓力之下呢 如果你有一家 他不提供吃到飽的話 用戶就會NP 轉到其他的電信 彼此制衡的狀況之下呢 其實有很多專家認為 未來1到2年內吃到飽 要下架的難度其實非常的高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掌握一下 元宇宙你覺得是有可能美夢成真的嗎 還是這一切都是一場騙局呢 這個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他又有新的看法囉 他說啊這個元宇宙 他真的看不到未來的發展性 他覺得只是一個行銷的流行詞而已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他的這個說法 他笑說啊 小時候的時候大家都告訴他 不要離電視太近 對眼睛不好 可是現在我們這個帶VR的裝置 等於是直接把螢幕帶在眼睛前面 這個實在讓他不解 他也笑說啊 可能自己年紀太大了跟不上時代 沒有辦法理解新的技術 馬斯克說他只知道未來的10年 20年30年可能會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他斷定在2051年的時候呢 會是一個瘋狂的未來主義 這個聽起來還蠻科幻的 我們就留給馬斯克來慢慢的向大家解釋 但其實不只他不看好現階段的元宇宙 就連這個推特的創辦人多西 他也語帶保留的說 他覺得元宇宙還有現在超得很火燙的 Web 3.0都是風險投資公司的一個玩具 也就是我們現在之前有經歷過Web 1.0 也就是最單純的網路上網時代 進階版就是我們現在正處在的Web 2.0 也就是有一些科技的巨破 包含像是臉書 亞馬遜 Google 還有Twitter這些科技的大頭呢 他們壟斷了我們的社交網絡 但多西跟馬斯克提到的Web 3.0 最主要是要來形容像去中心化 區塊鏈這類新型態的網路模式 所以包含像是哪些呢 虛擬貨幣就算Web 3.0的一環 還有最近很夯的NFT 都是屬於這類的範疇 但是元宇宙到底是炒話題 還是未來真的有可能實現的呢 大陸企業不管先註冊起來再說 因為截至目前大陸企業的 真信資訊的平台 有兩家他們調查了 其實目前來說 大陸的企業有超過7000筆的商標註冊 裡面多半是像一些科技巨破 包含像是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 還有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等等 那其他的還有哪些人也跟風呢 想要來註冊相關元宇宙 搭上這波行情 就是在餐飲業 大家就想說餐飲跟元宇宙 我目前還想像不到有什麼關聯性 但是這些業者呢 跟風來註冊 也引發了相關的批評 是不是跨界跨太大了 大陸的連鎖茶飲品牌 包含像是納雪的茶 以及呢蜜雪 冰城 都搶著來註冊 業者坦言目前的確喔 沒有任何發展元宇宙的計畫 只是就保護性的註冊 也就是要避免未來被仿冒 所以大陸的媒體也分析了 現在有很多的消費性產品 進入到了元宇宙 本質上呢 只是想蹭熱度做網紅 跟技術開發還有進步 並沒有明確的關係 試験 跟技術開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